100年司法官跟109年思慮擺在一起 你一看你就知道 怎么样 一句话早点考上 为什么 题目它其实呢 有时候简单的考完了 就会考比较难的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同学你就要记得 我们从这两题可以看得出 它的难度其实落差是非常大的 你会发现100年司法官这一题 是算蛮平易近人的 算蛮简单的 来看一下 股票已经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公司 为了扩大营运 需要考虑现金增资 A公司在股票的 集中交易市场表现都不错 最近来划线 划线 关键字 每股的股价都维持在新台币30元以上 同学 在考证交法的考题 告诉你价格是多少 已经发行的多少股 绝对不是在唬烂你 或者是呢 在告诉你一些不重要的资讯 他会告诉你数字是多少 已经发行的多少股 绝对都是重要的资讯 绝对都是重要的资讯 所以在这边请你先把30元画起来 鉴于现金政治公开招募程序较为繁复 所以想要采取私募的方法 在章程锁定资本额的范围之内 经董事会决议以后 由董事长甲安排 这个什么 法人董事 CDE投资公司 所以现在的话呢 这个100年司法官就是告诉你说 A公司他们今天要私募 那这边的话呢 由董事长甲 对不对 他恰特定人私募 他恰特定人私募 那私募的第一个对象叫做法人董事CDE 法人董事CDE 第一个是法人董事CDE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董事长甲的朋友 乙丙丁 董事长甲的朋友 乙丙丁 那他说呢 私募的这个价格是多少 私募的价格是新台币 新台币呢 10块钱 那A公司这边的话呢 是多少 是30块 他的价格是30块 这个价格差距要先注意一下 那美人任股5000万 共筹集3亿5000万元 并且依照规定的时间程序 向主管机关申报备查 其中法人董事CDE 投资公司呢 在任股后缴款的10天前 都以这个美股32元呢 在这个市场上抛售老股5000张 32块钱抛售 那朋友乙丙丁的部分呢 也是在取得隔日 就以股价20元出售给这个什么 几根获利了 好 第一小题他问你说 董事长甲在私募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违反证交法上的什么的规定 好 那我们刚刚说私募的 整一个程序来讲 要落实对股东的什么保障 要落实对股东的程序保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点可以写 第一个是依照证交法的四三之一 好四三之一的第四三之六的这个第一项 依照证交法四三之六的第一项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讲 今天呢私募的话要经过股东会的特别决议 好今天私募呢 要经过股东会的特别决议嘛 对不对 好那这个特别决议的各位要把它写出来 是过半数出席 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嘛 对不对 可是今天本题只有什么 今天本题的情况 请你看一下题目 他说只有经过董事会决议嘛 对不对 只有经过董事会决议 所以本题它是只有董事会决议 所以第一个我们马上就抓出了 第一个的程序的不合法之处了 就是应该要走股东会特别决议的一个事项 可是呢 他却怎么怎么样 只有董事会决议 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他说 他说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 这个刚刚的这个价格 新台币十块钱跟三十块钱 那这边请你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关于价格呢 在这个私募的一个价格的订定上 他必须要不得低于理想价格的八成 理想价格的八成是多少钱 三十块乘以0.8的话是二十四块钱 对不对 二十四块钱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二十四块钱跟十块钱相去甚远 所以同学我刚刚跟你讲 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呢 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呢 数字给出来给你绝对是有意义的 所以同学你不要觉得司法官一个考题 为什么莫名其妙给你十块钱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不得低于理想价格的八成 好 所以第二个的程序的一个瑕疵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私募的价格呢 他低于理想价格在本题来讲就是市价 如果他低于所谓的理想价格的八成的话 那显然就是用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在私募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附上一些依据 这个依据就是什么 一些专家对于私募定价的依据跟合理性的意见 可是你会发现说现在在本题呢 我们直接定了十块钱 然后董事长找了自己的好朋友 姨炳丁 又找了法人董事C朱一呢 我们说低于理想价格的八成 所以应该要附上专家定价的依据 应该要附上专家定价的依据 以及什么 以及呢 合理性的意见 专家定价的依据 以及呢 这个提出的合理的意见 合理性的意见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好 这个是第一小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呢 姨炳丁物取得齿骨之后 出奏给己更 他的法律效力是如何 好 那题目虽然他只有问姨炳丁呢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练习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呢 我们稍微解得完整一点 我们解得完整一点 就是什么 我们把法人董事C朱一呢 也处理一下 好不好 好 所以第二小题的话呢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我说了这种转受限制的题目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请你先判断 他是 四三之六第一项 一到三款的哪一款之人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在考这种类型的题目的时候 非常常出现 法人董事 各位同学 为什么这么常出现法人董事 因为法人可以连接到什么 法人可以连接到四三之六第一项的第一款 对不对 机构投资人 法人 对不对 那董事的部分呢 董事的部分又可以连接到公司的内部人 所以是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三款之人 对不对 好 所以法人董事的话 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 跟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三款 那朋友乙丙丁的部分的话呢 可以是四三之六第一项的第二款 对不对 四三之六第一项的这个第二款 所以法人董事 法人董事 法人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 董事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三款 对不对 内部人 那朋友乙丙丁 这个显然就应该会是第二款 因为他不可能是内部人 他也不可能是法人 对不对 所以朋友乙丙丁 你就要去寻找所有 可以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二款 适用的条文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步骤 判断出他是四三之六第一项 第几款之人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入哪一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的思考 就是进入四三之八 对不对 证交法四三之八 那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是你平常要做的功课 这不是你解题要做的事情 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他可能该当哪一个 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说呢 四三之八的这个 一到 一到六款的部分的话 是他的例外 对不对 原则上是不可以转让 原则上的话是禁止转让 但是例外的话呢 就是符合什么 例外的话就是符合四三之 四三之八的第一项的一到六款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 首先是四三之八一项的一款 四三之八一项的一款 刚刚我们说呢 是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之人 他可以转让给谁 具有相同资格之人 所以这个也是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之人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符合少数出售原则 符合少数出售原则 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之人 转让给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之人 那我们说他的前提要件是什么 必须要没有同种类有价证券 在市场中交易 必须要没有同种类的有价证券 在市场中交易 然后再符合这个特定的 不是对不起 我这边有点写错 这不是少数出售 这边我写太快了 这个的话呢 是什么 什么原则 尽量去提升他的流通性 所以这边的话 各位请你帮我写上 这是为了提升有价证券的流通性 所以我们允许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之人 转让给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之人 这个是为了提升他的流通性 提升这个证券的流通性 所以我们现在在本题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可以适用四三之八第一项第一款的就只有谁 就只有上面的C租1 就是法人懂事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可以该当这个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之人 对不对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四三之八的第一项的第二款 好 来看一下条文 四三之八呢 他说有价证券之 这个私募一募人 及购买人除有下列情形 不得再行卖出 那我们来看第二款 证券证券交付日期满一年以上 且至交付日期第三年的时间之内 这个一到主管机关所定的期间 及交付数量的限制 转让给符合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 跟第二款之人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第二款呢 他是说四三之六的全部的人 一到三款 换句话说在这边的话 这两个都有适用的可能 只是说他今天转让的对象 必须是转让给四三之六第一项的第二款之人 那我们说在这边的话 他必须要符合期间 跟数量的一个限制 特别是注意 数量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才会称四三之八第一项的第二款 叫做什么 叫做少数出售原则 叫做少数出售原则 来四三之八 这个第一项的 这个第一款 第二款是这样子 那再来第三款 自私募有下证券交付日期满三年 交付日期满三年 所以第三个部分的话是四三之六 第一项的一到三款 他转让 假设我们要在市场流通的话 转让给不特定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题目这边的这些情况的话 他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是交付日期满三年 并且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补半公开发行 那刚刚第二款是什么 一年到三年 那第三款的话就是交付日期满三年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我们来套进来这三个 看看哪一个有可能成立 好 那我们先从乙丙丁开始 乙丙丁在取得持股之后 就转让给几根嘛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要先讨论 乙丙丁 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 乙丙丁物 他应该是符合证交法四三之六的 这个第二款之人 所以第一个你要去写到的就是乙丙丁物 他会该当什么 他会该当证交法的四三之六 第一项的第二款之人 对不对 第一个你要先讲出他适用什么 好那再来的话 另外一个是C租一 C租一的部分 他就有可能是四三之六第一项的第一款 或者是第三款都有可能适用 好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转让的限制的话 你可以发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好现在乙丙丁物的话 他转让的话 有可能可以用哪一个条纹 他有可能可以用四三之八的第二款跟第三款 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乙丙丁物你就要去讨论说 他的这个转售限制 他可以帮他开脱的例外 就不会有第一款四三之八的第一款 好只有可能会该当四三之八的一项的二款 或者是三款 好 那这个C租一的部分的话 他就有可能是四三之八的第一项的一到三款 那后面的因为这个四五六款的情况没有发生 所以我们就不列入讨论 好 那这边的话 你可以发现说乙丙丁物在取得持股之后 隔日就用每股股价二十块出售给几根获利 没有符合证交法四三之八第一项第二款交付日期满一年以上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认为说呢 好 这个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也这个怎么样 每人认股五千万 总计两千万股 也不符合少数出售原则 好 所以我们认为说呢 好 这个基本上来讲乙丙丁是违反的 为什么 因为未满一年 持股未满一年 而且怎么样 而且转让 两千万股 所以我们认为说是不 会符合四三之八第一项第二款的一个规定的 好 同样的c注意也是一样 c注意的话呢 今天呢 你就可以去讨论说 好 这个第一款的话 如果他要转让的话 首先 前提要件就是 必须要没有同种类的 要证明在市场交易 另外是他转让的对象 必须也要是机构投资人 那今天我们从提议来看 似乎呢 他没有说 他是转让给机构投资人 他是说在市场上抛售嘛 所以我们认为说 他有没有该当第一款 第一款没有该当 对不对 好 那再来是第二款 第二款有满一年吗 也没有 那更黄论是三款 交付日期满三年 所以今天 无论是乙丙丁雾 或者是c注意呢 通通都违反 这个转售的限制 所以我都打一个叉叉 通通都违反 没有符合转售限制的一个例外 好 那这个是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四三之八 这个转售的限制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来看第三个 就是违反的效力 那在违反的效力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分成呢 这个取缔规定说 跟效力规定说 好 在违反效力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分成呢 这个取缔规定说 跟效力规定说 那实物见解认为说呢 在这边违反四三之八的这个要求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取缔规定 而不是效力规定 所以不是用 这个 我们整个民法七十一条的规定 所以转让行为是有效 这时候只有刑事责任而已 而通说 见解则是认为说 为了避免以私募之谜 行募集之实 所以应该把这个规定 解为效力规定 所以这个转让行为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无效的 应该是无效的 那本文见解 你就可以从这个 从这个 第一条 保障投资人 立法目的 那我们认为说 为了避免四三之六 第一项呢 这个特定人的资格限制形同 据文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这边 应该是以通说见解教为可采 应该是怎么样 违反四三之八转让 转让限制的效力 它应该就是什么 无效 比较符合四三之六 以及四三之七 四三之八 避免以私募之名 行募集之实的立法目的 OK 以上这个就是我们 一百年司法官的考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